哈啰,大家好 我是菲英 你有过失去自信的时候吗? 在这个窗门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保持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拥有自信心时 你能够更好地应对困难 克服挫折 并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自信心不足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方法和策略来提升自信心 这次我们来分享五种提升自信心的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摆脱自我怀疑和恐惧 并让你变得更自信和积极 1.肯定自己 肯定自己意味着要有自我接受和自我价值的意识 每当你感到自信心不足时 告诉自己 我有能力克服这个困难 我可以学会如何解决问题 四处树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 给自己正面的鼓励和支持 这可以让你的自信心更加稳固 2.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处理事情 提高自己的能力 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四处寻找一些你感兴趣 或是想学习的领域 例如学习新的语言 学习烹饪 学习舞蹈等等 通过学习新的事物 你可以扩展自己的视野 获得更多的成功和成就感 3.与成功的人交往 与成功的人交往可以激励你 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巧 并了解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你可以寻找一些成功的人 例如你的老师 导师 家人或朋友 并向他们请教建议或分享你的经验和问题 通过这些交流 你可以学习更多 并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4.肯定自己的成就 每当你完成一件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时 肯定自己的成就 庆祝自己的成功 这可以帮助你感觉更自信和积极 适助将自己的成就写下来 并在感到自信心不足时阅读这些列表 这可以提醒你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5.健康的生活方式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你感觉更好 更有活力 运动饮食健康 足够的睡眠和减少压力可以提高自信心 适助选择健康的饮食习惯 例如多吃蔬菜、水果、胸骨类和健康的蛋白质 限制摄入不健康的食品和饮料 同时通过运动来保持健康的身体 例如进行育养运动、重力训练、瑜伽等等 睡眠也是保持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适助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 每晚睡眠时间不少于7小时 减少压力可以通过放松技巧和心理学技巧来实现 例如冥想、呼吸练习、瑜伽等等 总体而言提升自信心需要时间和努力 当你拥有自信心时 你就拥有了实现梦想的力量和勇气 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让自我怀疑和恐惧阻碍你前进的步伐 透过以上方法 你可以逐渐建立自信心 并在生活中更加积极和成功 我是飞银 我们下次见 掰比歪